其實在中山區有一個 很有名的魔鬼大樓 現在就是全台第一的胸斬 因為那個時候他剛剛蓋好之後 他把它弄成玻璃圍幕的餐廳 在那個年代是很厲害的 很飛玄的 結果呢 竟然電線走火 從二樓開始往上串燒 沒有一個人逃出來 最後呢 死了十幾個人 就那事情發生之後 然後呢 有請老師 但沒有請到謝老師 所以呢 過了兩年又發生了火災 又走了兩個 然後又過了幾年 又陸續又有火災 總共幾年內三起火災 死了二十多個人 所以在那個時候 謝老師為什麼你就不去呢 謝老師 謝老師來 太多了 後來有去 後來有去 後來就沒事了 好 那那個時候呢 我剛剛跑新聞的時候呢 就是有同仁也調到了中山區 那個時候呢 他就問我說 欸 玉鳳...你在外面跑 哪個地方租房子比較便宜 我說你們派出所的警察都有宿舍 你幹嘛租房子 他就說我想要交女朋友 你交女朋友在宿舍也不方便 後來他就去看了那個魔鬼大樓 我們就跟他講說那個地方呢 以前有發生過命案 有很多人往生 你不要去租哪裡 他就說 我們穿上虎皮一身正氣怕什麼 就一去的時候呢 管理員不在 可能去抽菸 然後呢 他就看一看 他就看到一個阿伯說 你來看房子喔 這邊就把他帶去 那一棟還有電梯喔 就上去 然後呢 他就看 你這個有沒有陽台 有陽台 浴室有沒有開窗 也有開窗 然後呢 還跟他講他當初買的時候 有請風水老師來看過 這個沒問題 他就說好 結果呢 他就說自己下去 我那個警察朋友就自己下去 一下去的時候呢 他就看到有一個人這樣子慌慌張張的 然後大顆光 四顆光 就大哥大哥 抱歉… 我剛才遲到了 塞車 他就說可是我看完了 樓上那個也是你同事嗎 他就說應該不是 我那警察朋友就說 不是啊 你是在說什麼 那樓上那個是誰呢 對啊 你不解釋呢 好可怕 後來就帶他去 他有一個地方有 有很多往生者的那個牌位 那個牌位上面有照片 就是那個阿伯 阿伯就是那個上音上 阿伯帶他去看 對 那阿伯就是之前然後呢 往生了 然後呢 因為他 他就直接供奉在那一棟上面 所以他的靈位跟靈都還在 對 所以那個朋友後來就沒有租了 他們很多港星來台灣也都有遇過 從前他們會很喜歡住在 有一間是滿靠近攝影棚的一家 交通很方便 對 然後 當然他後來都裝修過 但早期真的 就是我知道杜德偉的一個 都是一個人睡嘛 明星嘛 除非你是席家代券 那不然都是一個人嘛 這最比較好的房間 然後他就睡著… 然後工作都很累 睡著睡著呢 怎麼有人搶被子 好累喔 對 你一般如果說兩個人睡的話 搶被子是左右對不對 他不是 是有人 就是腳 對 就是他就被子一直下去 因為累了睡得很模糊 他也沒有想太多 就拉回來 然後拉回來沒睡多久 又搶 對 到後來他火大了 他就要生氣 他說不要搶我被子 可是他一話一講完心想 誰 他想到的時候 睜開眼睛手也鬆了一下 那個被子整個往上飛 飛起來了 對 不敢睡 阿拉丁喔 阿拉丁 魔坦 魔坦 魔坦耶 那可以許願的 可是剛剛那個郎姐講的 那個飯店 我有一個很鐵齒的髮型師 妳也去那個飯店嗎 他住同一間 然後他就很鐵齒 晚上他睡覺的時候 他們有那個 所以他在那個 中間有一道門 他就發現那個門靶一直有在開 這樣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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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覺得很吵 然後就拿雜誌往門這樣一摔 就是丟過去 然後丟完之後 我連鎖都在動 這樣啪啪啪 一直啪一直啪 更猛 就對面是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他就嚇到趕快衝出去不敢睡了